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是我�费图区和大家说非常策略 今天是2012年的11月9号 这个几星期的反弹真是急急而且快 大家有把握到这一次的反弹枪呢? 今天是美国参众两院中期选举结果出路的人子 如无意外应该都是共和党执掌参众两院的机会比较大 届时拜登政府将会对国内政策再无知灰之地 即是说他只能够在外交层面作出突破 现阶段来说美国的外交层面只有两个对立面 俄罗斯和中国 因此相信对华又会有更强硬的政策出台 其实港股已经在底部运行 相信再跌的空间就不会太大 但之前升了这么多 这次的反弹大家捕捉不到就可能要等下一次 升得多休息再来再买过 由于现时内地在资金面其实都已经很宽松 因此我相信现在中港股市已经在一个大型的底部 留意的股份依然是龙头股 科网依然是3690美团 见到他的反弹情况比其他都会快 亦都见到他这次开始停下来的时间亦都是比其他早的 清潔能源依然是看836只华云电力 现时依然是看确定性较高的股票 个别板块有没有资金流逆 就真的要视乎短期操作和看我的推介了 由于市况依然是波缺云鬼大上大落 除了刚才说确定性较高的股份之外 每一个板块都可能是炒一个很短的时间 大家一定要好好掌握 跟进上星期推介的2096先星药业 到个9.58的买入价附近 不知大家有没有在这个转讯即逝的时间 把握都卖到了 因为它过了这个价之后很快就上了11元楼上 如果买了的就差不多要吃糊了 另外之前在12元楼下买或者12个多米836的朋友都基本吃了糊了 另外全14更加不用说了再次破顶 有人问看多少钱啊看什么价啊我真的够答 都是不知 看消息 看通告 当出了特别式的通告详程的时候就要立刻走了 今期的推介是1347华雄半导体 华雄半导体其实在上半年的时间我都曾经推介过 而且也有客人吃了糊 当然也有部分价位比较高的就吃不了了 之前买入的原因就是因为申请货创版 而上个星期一日有一棍大升的见到 也是因为内地监管当局已经接受了去科创版的申请 如无意外呢 华雄半导体在科创版上市的日子应该很快会成市的了 在定价之前都应该会有炒作 你的股票不是看价位 正如刚才全14一样 都是看通告 当科创版的定价出了 就会是去见最高位的时间了 可以看之前 883中海游 941中移动 981中芯 大多数上A股的都是在定价前 或者是上市当日已经是做了短期的高位的了 所以我已经跟了所有的客人都说了 持有1347的话 A股一出定价 即走 把握不把握到这一浪呢 就要看各下的新法了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徐定安为证监会持牌人士 直至本评论发表日子 本人及有联系者并无持有 提及之证券的所有相关财务权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